- ifferent老盾 XS aliment auto 各位同學我們盡快就fao 上課前要麻煩注意 手機 要那個關機 或被關震動 這樣才不會影響其他人上課 臉vin單仙大 Mercury 大家好 大家好 辛苦 這樣好 老闆沒有這麼辛苦 當然參與 臺灣民政府的行列 今天天氣好 對初級班到今天 阿北上初級班 來拍照看 好的 沒關係 我相信你們 一定會在網路 有看到 而且是有直播的 然後都有螢幕 在那邊上課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印象更深 每一個人要改變 一個觀念 要改變一個人的觀念 很困難 我是高手 太兒子 的 阿東今天 改變那個人 也問了 聽到沒有 就是這樣 讓臺灣就是 多元化的 社會 也是要保養 清楚 我台語沒有這麼多 但是我也要繼續 學習訓練 好 非常高興 讓我們一起學習 還沒有來到民政府 之前 我們整個的觀念 有時候是一片空白 有時候只有在你自己的領域裡面 四十多年前 還有三十多年前 三十幾年前 我們高山俗 不一樣的俗軍 來到都市為了生活 為了教育 來打拼 對山頂 不是露山 下山到都市 為了生活 這樣沒辦法 也是要適應 你北斗的生活 合環境 有的是講 閩南話 或是喉嚨威 有的是講 學法 但是 因為三十多年前 很多高山族的年輕人 不會聽台語 也不會聽 客家話 那 以為說 這個中文就是 我自己的話 所以為了中文 跟講台語 喉嚨威的人 在那裡 忘記 我就是不會講 我就是 我不要講 後來 喉嚨人 喉嚨人 看到北斗的 少年人說 你有什麼不講 我們本來就是 台灣人就是 說喉嚨威 還是說學法 我就是不會講 在那邊忘記 後來 碰到 碰到 跑到那個派出所那邊 結果 警察 就告訴他們說 其實 語言是一個工具了 語言只不過是 互相了解了 不要看得太重要 好像 你不會講 就是 無敵的人 你不會講 別的語言 就是無知的 誤誤的 不要用這樣的觀念 其實 我們 高砂族 或是原住民 因為那時候是九組 有九種語言 那今天是十四種 那有的兩個 兩個組就 西拉雅 要準備向 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要登記 好像還沒通過 好 我之所以 談論這些幾十年前 因為 大家的觀念 用自己的領域 來定準 別人的觀念 這很困難 所以今天 但是 中華民國 都沒有到台灣 以前 我們沒有那種觀念 沒有那種觀念 對不對 什麼 中華民國是流亡 怎麼這樣 沒聽到 假如你關心政治 你從以前是 政治家 或是泛律泛藍也好 你可能還有那些觀念 但是一般的台灣人 沒有在政治 這個政治是 毫無益處都是騙人的 那實際上 我們重新調整一下 政治是會騙人嗎 從真正的政治 一文來講 political 那這個境地 political 就是要把 人活在世上 活在地上的 你要給他組織 然後你要讓他了解 怎麼生活 然後你要關心他需要什麼 不夠什麼 或是不管是任何的領域 那政治的人 都要去關照 關心 那所以 一般人 在歐米 日本 都知道 political 政治就是要管理 大家 政人 的書 是把政治的整個眾人的事情 調理好 讓人民 讓人民過得好 越來越好 這是原來的政治 政治的political來說 但是來到台灣 來到中華民國和政治 怎麼不一樣 當然全世界也有了 全世界也有把這個政治呢 當作政客 他需要的時候 給你剖 剖 剖 讓你服服貼貼 哇 這個人很關心我 這樣好啊 結果沒有利用的餘地的時候 拜拜 沒跟你拆 這就是政客 所以都是政客呢 會受他的黨派影響 所以很難掌握 所以有人說 奇怪 原住民都是 國民黨 還是什麼黨 實際上 因為那時 國民黨 他們各地方都設立 民眾服務站 特別在國三族 三地地區 只要 原住民國三族有什麼困難 跟他們 搭錢啦 然後就幫助他啦 所以 國三族 原住民感覺到說 咦 這個人說很好啊 我一百塊 我不錯 兩百塊 一千塊 哎唷 開年好 當然好啊 因為國三族 原住民都是 都是靠天吃飯 靠天吃飯 而且固定收入 都沒有 你去看看 過去二三十年的紀錄 你真正固定收入的 在山上 都沒有 你只要看老闆的面子 看老闆的臉 老闆對你好 你對老闆好 好 來 明天再過來 老闆對你不好 明顯你醜陋 明天再 不要來 就是這樣的生活 所以沒有固定收入 那些有讀過書的原住民青年高砂族呢 那他們 因為從小 國中高中 有那個機會 跟平地人 競爭 才有機會說 怎麼存 存活下來 然後 教育 很重要 所以教育 就是 公務人員 或者是 軍公教人員 所以這個軍公教人員 只要 誰執政 或是 七十年來 國民黨 中華民國來到這個地方 只有聽他的 所以我們去 文 傳文宣啊 告 全台灣 細尼情 殺當情 萬罪 高山族 的領土架 我們已經進來到 我們民政府 專台灣 找套套 當然各部落有 將近三百多個部落 那不可能且不去 有時候我們 為了到台東 屏東 花蓮 一定要在 我們不去旅館睡 因為 那時候真的沒有錢 我們只有在 車上睡 所以給蚊子咬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習慣了嘛 在山頂 忙啊 那樣坐 沒什麼啊 所以為了 高山族 也能夠進入到 台灣民政府 所以這樣 我們走了兩三趟的全台灣 但是還是很少人參加 因為大部分說 有可能嗎 要推翻中華民國 你們有這樣的能耐嗎 既然有一個公告人員 退休的公務人員 退休的 怎麼可以推翻我們的母親嘛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媽媽 怎麼可以被推翻 哈哈 誰人說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母親 公求 那就是因為他真的不了解 所以要改變這樣的觀念 事實際上很困難 請求您阿伯告民政府 還是阿伯對民政府 這個觀念 還是這個有實際 還是有什麼文宣的 不好意思 那還沒有接觸的 那有時候 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 然後 這個中華民國已經成為 我們有總統 我們有孫故 我們有國土 我們有娘頭 我們有人民 我們有軍隊 所以我們有多高 好像外交領土 然後人民 國家這樣的領域 按照這樣的成形的要素 這個項目 應該成為獨立的一個國家 一般台灣人 中華民國 教育我們 這樣的說法 所以 民進黨 民進黨 他請錯啊 他的黨章說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一千罪 兩罪 中華民國 這些 我們還沒有接觸 台灣民政府的說 咦 剛剛有一樣啊 好像是真的樣子 但是來到民進黨 咦 不一樣 什麼 中華民國 有人說是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 那這個中華台北 你們在初級班 也一定很熟了 那真正的原文 整個全名就是 Chinese in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就是流亡的中國 不是中華喔 是中國人很喜歡文字遊戲 對不對 中華中國 應該是一樣啊 但是第一 中華民國是不一樣啊 中華和中國 這個字不一樣啊 所以說 完全不一樣 但是 英文來講 Chinese 就是 其他人就是 支那嘛 China嘛 中國 所以 整個全名就是 中國 流亡到台北 那所以用簡稱說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後來 在國內 在自己的 台灣島內裡面 台灣人 我們是 我們是 本土台灣人 所以這些文字遊戲 也給我們 我們也會寫文章 然後 為了幾個字 在那邊花更多的時間 我太太是 三個人 很漂亮的 對我來講 是很漂亮的太太 那我們為了這個文字 在那邊爭論 我就問說 你奇怪 你們背著人 什麼駕雞 隨雞 駕狗 隨狗 那這樣的話 駕吼隨吼啊 不是啦 這個是形容詞而已了 欸 你回顧一下 中國人 為什麼拿這些動物 來形容人 貂喜 有時候對人 根本不尊重 但是我們駕駛祖 都沒有啊 你們十二生肖都有啊 你們背著很熟啊 你是屬什麼的 剛好問駕駛祖 你是屬什麼 我沒有屬啊 我是屬人啊 因為狗 狗 牛 還是屬 都在我們的 高砂祖的肚子裡面啊 對啊 有一個年輕人 他去山上 他去山上的時候 打三槍 這個警察抓到他 喔 你打三槍 警察先生 沒有 我打一槍 這個警察說 你打三槍 高砂祖 我打一槍 就 斃命了 五西三槍 那個三槍 大家怎麼說 三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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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三 不是那個 砰砰砰 三個槍 就這樣 有時候 我們在阿兵哥 當兵的時候 因為說 一二三四嘛 要報訴 結果有的人看 班長說 報訴 結果很多高砂祖 原住民去報訴 五西啦 要報一二三四 很醜 好 我們回到正題 所以這個觀念 我個人自己 看 想看看 給你參考 改變這個觀念 不容易 但是你知道 事實的時候 那個觀念 那個角度 應該最改變 很好的機會 另外美國七十年 教育 我們對小孩子 到年紀大 一共七十年所教育 那改變 在一夕之間 實在是不容易 但是我們假如弄清楚 還沒有來到民政府之前 然後我們來到民政府之後 從初級班高級班 法理點招 然後職務點招 職前訓練 然後要分出 你喜歡往哪一方面 做議員還是內閣 你做議員還是內閣 這些都是官官 都是一卡一卡去 來做訓練 最後你就覺得說 我的現場 也是我的生命 為到台灣的北市社長 為到台灣人 我們的後裔 後裔 後裔 來接受 所以我們就 參與台灣民政府 如果沒有參與台灣民政府 我們的後裔 我們的後裔 非常可憐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所以你有決心 你有決心 你非得要認識台灣民政府 我們再回顧 我會用中華民國的本性 跟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現在的 中華民國現在 過去幾十年的狀況 來做一些回顧 可能你們有碰到 有渡到 還是沒有 不聽過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也聽過 有人最先說 蛤 因為我是牧師 我是牧師 有人說 牧師啊 一直挖 中華民國的這個 漏洞 這樣這麼好 我就跟他們說 我們不知道的內幕 我們就不會去關心 我們知道內幕好壞 我們就會選擇 讓我們生活的周遭 讓我們的後代 也能夠有一些改變 成為好的方向 這個都是 你我 不是只有做木師 是我們大家有那個職人 我們的宿命 我們能夠進到台灣民政府 實際上就是 天已經給你更大的十字架 更大的宿命 這樣好嗎 好 讓我們更緊 我們就是要背 沙當情 三年半前 那時候我們住的都是通鋪 比較不太方便 那有人說 雅夫 妳是牧師 常常為秘書長祷告 所以妳一定要跟秘書長一起睡 我們好幾次睡在一起 三個八枚 三個八枚 秘書長就再接電話 說 你看 兩三點 哇 很辛苦 然後秘書長還要寫文章 然後他也要關心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方向跟路線 能夠來整體性的做個建構的更健全 所以我們這樣砍 第二天我就跟秘書長 秘書長 你實際上 在父親 爛台灣人的十字架 因為我是牧師 我就用十字架來跟他形容 說 你真的是在背十字架 這個秘書長說 要不要不 不是喔 只有耶穌基督才有這樣的能力背十字架 我算不了什麼 你看秘書長 很堅強 謙虛 實際上他真的是把所有台灣人的重擔 都加在他身上 我這樣看他過去 真的付出生命了 一個我們的領導者 能夠獻出他的生命 為了百姓後代 難道我們不能有一些些的角色 跟角度來分擔他一些這樣的苦難嗎 難道我們沒有權力分擔一些他的這個小小的台灣的十字架 或是各角落嗎 你如果有那個文書還是專業 你是教育的 你是文化的 你是任何有專業的 為了百姓的 我們台灣的百姓來著想的話 我們參與今天的你我 就是北極這樣的十字架 所以我在這裡 當然不能強迫你們 一定要更清楚 整個台灣民政府的存在 跟目的還是目標 其實很簡單 台灣民政府的存在 依照美軍政府架構下 佔領下 管轄下 管轄下的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有這個組織架構了 然後讓所有台灣人 能夠有覺醒起來 因為你我大家的參與 來幫助我們整個台灣民政府更健壯 所以讓後代我們的子子孫孫 也能夠因為你的參與 因為你的貢獻 因為你生命的付出 讓我們的後代也得到更大的利益 這樣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是這樣的心來看各位 而且我也相信你們真的是有福的 你們參與民政府 實在是一生人生之下 最大的一個福 那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我為什麼用 婚胎來批如 中華民國 我們知道 因為這一兩年婚胎沒有很多 當然有的地方比較大 比較大 有的地方沒有 那我們看看 紅胎的本性 颱風本身的元素跟它自己的本性呢 專門破壞 扭曲 第二個 第二個 讓人的生命損失 宰善也沒有補充 嚇壞 恐懼 然後看到紅胎來 哇 這樣 快點快點 都已經 跑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我們這小時候 高山朝不一樣的 紅胎來還是 颱風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跑到河邊 不管大小 當然我們會看它的嚴重性 我們馬上下去去抓魚 去抓鰻魚 因為我們沒有錢去到都市 而且有的山上的人 為了到都市 特別是三四十年前 走路一天 走路一天到當時 或是到桌蘭 從苗栗的 或者是從台中的 或是台東那邊花蓮 走路 走路呢 然後有東西賣 用那個香菇 野香菇 進香菇 進香菇 去賣 然後賣香菇以後 背了很多東西 肉啦 魚啦 就會 但是到家裡就差不多也沒有了 是怎樣 也是痛啊 我們走兩天 或是一天 然後背東西 我們一定 假如說走兩天 在路上睡啊 還是我們買的東西 烤肉啊 還是煮起來 所以到回家的時候 村子幾點點 剩下幾點 也是很高興啊 所以我們小孩子說 沒有帶 父母親沒有帶我們 我們一定會哭的跟著啊 啊 一定跟著爸爸媽媽走啊 不管走一天 不要緊啊 因為為了要去吃東西啊 所以生活不好嘛 所以紅胎那些 我們一定會下去抓魚 抓鰻魚 像什麼頭殺 類似頭殺 哇 很高興 那紅胎就是這樣的 然後專門壓榨 是整個的局勢動盪 然後有時候產生了土石流 甚至於在那時候 假如說 整個的 一些垃圾沒有處理好的時候 戴外星一定會瀰漫 一些部落或是社區 還有會改變方向跟路線 那這個是 紅胎的本性 無孔不入 那為什麼我會用這樣的方式來 貼入劉昂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一千九百一十二年成立中華民國 然後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被中共在聯合國提出來 所以它只有三十七年的時間 所以中華民國是在中國那邊成立的 中華民國是在中國在那裡成立 是好幾千個國大代表促成他們中華民國憲法 那中華民國的憲法 有台灣的命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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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各位 中華民國的憲法沒有台灣這個字 也沒有台灣這個領土 因為中華民國是整個中國的 他們說三十五個省 沒有包括台灣 因為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敗以後 美國為了不讓中共進到台灣 原來美國自己想要親自佔領台灣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年12月7號珍珠港事件 日本起喜 有的人說日本偷襲 秘書長說不是偷襲 它是很奇特的進攻 沒有偷偷的啦 沒有偷偷的啦 光明正大 結果很多都是打高砂鼓 很多都是台灣人 很多都是高砂鼓 進到來潛滅這個整個的航空母艦 那到那個時候呢 那九月十二月八號 那美國就開始 國會決定向日本宣戰 十二月九號呢 這個當行政院長的 類似行政院長的蔣介石 就他也宣告說 希望廢棄不平等條約 但是他也向日本宣戰 但是他一個行政院長 怎麼可以做宣戰呢 李中仁那時候的中華民國總統 也沒有來到台灣啦 沒有告訴台灣的 總統 奇怪了 當然沒有告訴台灣的 因為他是中華民國 他是中國的總統啊 那當然他不一定來到台灣嘛 所以 這些的事情然後一直到1945年8月15號 日本因為美國的兩顆原子彈 而無條件投降 結果中國怎麼講 中華民國怎麼講 哦 投降了我們八日抗戰勝利 八年抗戰勝利 有八年抗戰勝利 扭曲了事實 實際上只有三年多而已了 沒有到八年了 但是中華民國蔣介石 他們這一批這一幫 這一幫人 他就是要把事實扭曲起來 所以他也把說太平洋這個戰區呢 他用中國戰區來形容 意思就是台灣是 我們中國的 台灣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所以整個這樣的事實都教育 七十年的教育 所以一般人 沒想到 以前你們有沒有聽過 以前沒聽過嗎 剛剛所講出幾班 以前沒聽過嗎 沒聽過嗎 沒聽過 沒聽過 你沒聽過 我也沒聽過 我也沒有聽過 是我來到民政府才了解 這樣了解嗎 第二 中華民國 原來按照戰爭法的規定 因為美國委託了中華民國蔣介石這一幫派的人 暫時管理 委託他們管理台灣 不是把所有權 擁有這個土地的所有權 交給蔣介石 不是 是委託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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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們的話 那意思就是 意思是說 只有管轄權 沒有擁有 沒有所有權狀 所以 蔣介石就 他不用 按照戰爭法就是 應該要 你既然是委託 或是變成次要的佔領者 什麼是次要的佔領者 主要的佔領權的國家是 美國對不對 古今山河邊條約 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寫得很清楚 美國是台灣主要的佔領全國 所以他就委託 蔣介石這一幫派 中華民國這個逃亡的呢 實際上本來就沒有中華民國這個字了 美國稱他台灣治理當局 因為 既然 被美 被日 被中國替代中華民國 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這個中華民國的名稱 東煎消失了 本來就是消失了 只不過因為蔣介石 他還是把綁住 帶到台灣說 中華民國 已經聽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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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書式 沒有聽過啊 沒有聽過啊 是來到民政府的時候才聽到嘛 對不對 我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啊 我沒有聽過啊 對 所以 今天 原來按照戰爭法規定說 希望 蔣介石 台灣 那就是人民政府 那我們是用簡單說 台灣民政府 既然台灣民政府 美軍政府一樣 美國軍政府 用這個幾個字一起對稱 所以 蔣介石 沒有成立 台灣民政府 反而成立了什麼 不是喔 他本身就是國民黨的 那個一奧啦 那 對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後來改造台灣姓 因為金輪馬祖 就是福建神 是中國的神 那台灣是 他等於算強迫台灣 1946年1月12號 你們以後要考軍手 這個年代日子 要記清楚喔 1946年1月12號 中華民國強迫 讓本土台灣人 本來是日本籍的 因為我們是天皇的成民 結果強迫改為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這樣的事情 我們才有第一次的控告美國 然後第二次2月27號 就是等於我們台灣的時間 2月28號 控告美國 又控告美國 又控告美國 又控告 中華民國 要離開台灣 喔 很趣 而且是我們最好的時間 也是最好的契機 等美國 等美國 會打開 我相信昨天 秘書長跟你們講得清楚喔 要等到什麼時候 快喔 有準備心嗎 有準備心嗎 還是在那裡搖去 嘖 怎麼會這樣 有那裡搖去 搖去 然後我們 這邊聽了說 哇 開心喔 有信心 回到家裡的時候 啊 又讓人騙了 喔 又去詐騙集團了 喔 你是詐騙集團了 兩年前 兩年前 我們去美國 我代表高砂族 那時候我當高砂族的主席 那我跟秘書長 秘書長夫人 還有許格林教授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四個提前回來 因為那是緊急狀況 秘書長就下達命令 因為在叛徒的時候 4月25事件 就開始發佈說 台灣政府 所以美國說 啊 你們竟然在美國 浩浩蕩蕩要成立台灣國啊 秘書長 秘書長 那我這樣啊 看整個的影面 啪 整個美國的CIA 就傳到秘書長 那時候我們還在美國 秘書長就一看 啊 啊 竟然 台灣民政府的民 刪掉 就變成台灣政府 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注意到 因為我們有領導者 我們有 以前的總理啦 或是 副議長 副議長 副主席 帶領我 像我們小咖的 我們就沒有去注意到 後來就 聽到說 很嚴重 然後我們就提前回來 竟然說 哇 副議長 做個主席 主席也是中國間諜 他們說 啊 這個高雅族 中國間諜 又是牧師 又是間諜 哇 所以我回到處裡說 好好的啊 也沒有被抓起來啊 到今天也是好好的啊 奇怪了 我們那些詐騙集團怎麼搞的 所以 秘書長說 當要執政以前 風風雨雨 都會說 也會扯後腿 所以要休息嗎 你們竟然 進入到台灣民政府 你們也要準備心 讓人無效 讓人誤告 還是給你們 壓榨更大 辛苦的心 這些都要預備心 因為這些都會有 那今天 我們看看 整個的事情 回到這個中華民國裡面 你看我們也 1912年到1949年 然後這個五五憲法 是中華民國憲法 到了1946年12月25號的時候 他們經過自己的大會 來 成立憲法 然後1947年 這個是這些 回顧了 結果馬英九說 喔 這個就是 中華民國 才是合法的政府 亂講 鬼講的 鬼講的 真正的 合法政府 得對 不是 中華民國 他們自稱的 中華民國 是合法政府 真正的合法政府 中華民國 得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然 當然 比較我們台灣民主 當然 我們是駕鋼沒有問題 我們是依法 我們是革命先行者 所以看到這樣的事情說 欸 既然是 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整個都認為說 欸 1949年 既然消滅中華民國 在戰爭法的一個規定說 你原來的 在原來的土地 然後 你用這個名稱 因為被 其他的黨派所剩 你不得不離開 不然的話 你就沒命了 所以就逃到台灣 所以 但是你還是 拔持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字 帶到台灣 在戰爭法的規定 跟形容是 流亡的 而且不是真正的政府 所以第一次 2006年10月24號 第一次 我們的秘書長 控告美國的時候 那2009年就判決 五項的判決 我們來做複習一下 五項 頭上是什麼 本土台灣人沒有什麼 沒有國籍 沒有國籍 意思是說 所以一般人說 台灣是國籍孤兒 就是從這個地方 說出來的 但是嚴格說 是不是真的沒有國籍 是不是真的沒有國籍 真正的我們還是 要回到日本天皇 那個才是我們真正的命脈 依法來講 當然不是血脈了 以那種依法國籍法來講 但是因為 被中華民國暫時統治 所以我們就沒有國籍 因為大日本帝國 還沒有參雄 今天是蘭的秘書長 我為什麼講他犧牲更大的代價呢 你有沒有看過他的一些的故事 秘書長 中國出討那一本書 原來 我們知道秘書長在台灣是 跟他的叔叔一起建立補習班 那時候秘書長說 哇真的無錢 把那個那個袋 好像米袋一樣去 裝那麼多的錢 那他也想說 來幫助我們的祖國 那時候秘書長想法說 我們的祖國在中國 所以他用教育來辦 來到中國那邊辦 到四川省去辦教育 將近辦了十年十一年 那十年左右的時候 因為老共呢 他知道秘書町 跟李登輝的特使有來往 就開始被盯了 被注意了 所以最後就 整個一些的教育 教育學校呢 五個學校呢 說啊這個缺了 那個什麼 暴障不死了 然後他有公安人員 一個公安人員就可以講說 你要罰多少 你就要給多少 他要多少 你就要給多少 沒有經過上面了 你自己一個公安就可以講了 要說幾百塊幾千塊幾萬塊人民幣 然後一直持續下去的時候 哇秘書長就說不得了 所以既然是公安一直特別叮嚀他 最後也差不多六個月 特別盯住秘書長在一個旅館 在那邊做 等於算軟禁了 就不能出來 所以他整個辦的學校 已經不在他的手中了 然後差不多七億五千萬的台幣 就這樣被老公沒收 但是他覺得說生命要緊 他就逃逃逃逃逃逃逃 一直逃逃逃 最後逃到廈門 那個偷渡的人啊 蛤 你是台灣人 逃渡到台灣 我逃一次聽到嗎 我第一次聽到 結果還是為了生命啊 還是塞 秘書長還是塞給他錢 最後就到了金門 那晚上十點啊 十點啊 十點啊 霧霧啊 都沒有看得清楚 到底是真正的金門 還是不是金門 他也不知道 不過了 反正就下船了 下船也差不多 水那麼深了 啵啵下去就深 襪子啦 褲子啦 皮血都濕濕 他走一個多小時走 都是泥巴呢 然後你們知道 有當過阿兵哥的齁 我們南丁 南士們 只要知道說去過金門 金門周遭都是 很多都是放地雷的 但是奇怪呢 他這樣走 秘書長也不知道啊 他還是這樣繼續走 走了一個多鐘頭 皮血就抽不出來 襪子也破掉了 被那個貝殼 就弄到他的腳底 又流血 這個天啊 然後剛剛就他抓住那個柱子啊 他就在那邊 他向上天祷告 說 上天啊 我假若活著回台灣 我破半輩子的生命 我會自願奉獻給台灣 結果星星啊 閃爍在他的周圍 剛好那個警察 因為秘書長已經打電話給他台灣的弟弟 然後弟弟就透過金門的名義代表 然後透過警察軍隊去找 在一點哇囉 然後因為他們看到那個閃爍 星星亮亮的在他的頭上 就跟著那個亮晶晶的往那邊跑 剛好就看到秘書長 然後 他就非常的高興 真的是已經到台灣了 所以2005年就開始 跟李登輝見面的時候 實際上從2004、2005這兩年呢 他們就跟李登輝接觸了 李登輝就告訴他說 你不是學習戰爭法的 那秘書長 對啊 你研究一下戰爭法 我們台灣看能不能走出去 看能不能進入到國際 是這上李登輝那時候當總統 流亡的總統 不是真正的總統 結果還是說 來做研究看看 結果他三個月的 秘書長三個月的時間 一直在房間 因為他英文造語非常好 那也把白宮的情報組 資料組的組長 也介紹給秘書長 所以整個的 他們認為說 原來一百年以後 把美國人有心說 一百年以後 把台灣的真相 才告訴台灣人 想不到六十年 那時候差不多 現在是七十年 那差不多六十四年 等於說六年前 六七年前 那才找到說 原來走戰爭法 台灣才可以回到 國際地位正常化 所以今天是讓台灣民政府 就是讓台灣 入到國際的真相化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正在打拼的 然後第一次這樣的訴訟控告 那美國說 怎麼可以 國務院就代表美國說 怎麼可以控訴 一個國家呢 國家實際上免訴 他們有免訴權 不必控訴 但是他們研究以後 秘書長研究 唯有用人權 唯有用人權可以控告 所以兩次 國務院希望 撥回為政治問題 但是美國的法院 一就是一 不會像今天的中華民國的法院 一個法官呢 可以判五年 另外法官又可以判十年 然後另外法官又可以判一年 然後另外法官又可以判無期徒刑 甚至無罪 那這樣法官啊 只有中華民國才找到 有這樣的中華民國的法官 對嗎 對嗎 歐美、日本他們是用陪神團 歐拜讓台灣民進部 也是用陪神團 所以不會有冤枉的 今天太多的冤獄 就是這樣造成出來 因為你給的 那個賄賂比較少 那個賄賂比較多 千萬五百萬 這樣好了 沒罪 本來是十幾年就被判無罪 本來阿比亞這個政治獻金 根本就沒有事 但是法官換了 就判阿比亞有罪 不管怎麼樣 中華民國就是這樣 因為依稀留棚到台灣 所以整個都欺負我們爛台灣人 像我們黃為土地 1988年1989年1992年1993年 第一任圓民會的主任委員 尤哈尼 他是我的同事 我們在長老教會總會事務所 在台北的羅斯福路 以後羅斯福路都要改了 很多的路都要改 我們執政的時候 那些 中國的命 要改 改成我們台灣 這樣好不好 假如說你是民政局的 你是那個民政 這個要你負責囉 所以 整個這些事情 狀況呢 扭曲我們台灣的 就是這中華民國 所以今天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來看看 然後自己 除了蔣介石自行宣佈 以為是他才是真正的老大 其實他本來就是老大 他就是他們幫派出現的啊 對不對 中華民國都是幫派出現 難怪 一直到現在黑道到處都有 官商勾結都有 我們秘書長講的一清二楚 只要我們執政三天內公告 所有的黑道槍械 都要叫出來 三天後 沒有叫出來的 嚴重的 被查到判死刑 輕的 鞭刑 有看到那個新加坡鞭刑嗎 有嗎 痛喔 很痛喔 差不多一個月 啪啪開喔 一個月可能躺著睡 所以說 好了 在家鞭刑 所以以後我們沒有監獄 所以以後二三十年也不會選舉 因為這個選舉害了我們家人 害了我們自己的夫妻之間 害了家庭父母子女的觀念不一樣 你是公民黨 我是民進黨 你是青梅黨 我是在野黨 這些都破壞啊 所以二三十年不選舉 那就是要慢慢的整頓 所以這個就是將來要靠你喔 不是只有他們 也是要靠你們 繼續參與 我們臺灣民政黨 這樣好嗎 不是要看著你耶 不要等到過幾天都沒有看著你了 好 聯合國推出就這樣 大家都會碰到一個 那你們有有沒有看過那個一個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影片 這個一定要 你們在網路就可以查到 只要美國的一個中 一中政策 就是一個中國政策 我們今天臺灣民政府也是一中政策 這個中 這個中呢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中華民國啦 有沒有 歐拜有嗎 歐拜有嗎 什麼人 代替 台灣民政府 對啦 台灣民政府 所以 一個中國政策 最重要的關鍵性是 官方文件 不是民間組織的影片 是美國 外風的文件 是真正官方的文件 第一個 台灣光復節是虛構的 是沒有台灣光復節 這個是中華民國自己虛構 要捏造出來的 因為要讓整個台灣人說 降服中國 所以蔣經國 他們都很很欽佩蔣經國說 你看 還離開 離開世上以前 往生之前 往生之前說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所以很多台灣人 一把台灣人 我也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不是有一次那個金門馬祖 馬祖有一個大學生 在法國留學 不是嗎 有沒有聽到新聞 在法國留學 因為已經到齊了 他的passport 他的護照已經到了 他要延續 結果去辦的時候 他說 蛤? 我不是中國人 是passport 應該要寫台灣 結果他們這樣 回到台灣的 中華民國這邊的 領事館 或是外交部 就談說 金門馬祖不是台灣 對啊 是台灣啊 那passport是放在中國 放在中國裡面 結果他們就問了AIT 美國在台協會 你看 東亞民國憲勢名 太多的名字 美國是美國在台協會 日本有邦交的話 不講日本台灣啊 也不講日本中華民國 是什麼? 東亞關係 東亞關係 是日本文化交流協會 然後 英國本來也是貿易交流協會 現在改為說 前幾天的報紙 可能會改說台灣領事館 這個就是 預備是誰 你知道嗎? 對! 哈哈哈哈 真 要求 跳 要求跳 我上一次學到的 本來是要求啊 原來 哇! 因為民俗長很喜歡說 美國人 要求跳 然後我也跟民俗長說 你也是要求跳 好! 蘭大根也是要求跳 哈哈哈哈 好! 那這些 台灣 台灣光復節 沒有這個事實 因為 台灣不是原來的中華民國 中國的領土 怎麼會光復呢? 又沒有跟我們一起作戰 又沒有跟我們一起作戰 怎麼會光復 那是美國打日本 打台灣啊 怎麼是中國打台灣呢? 所以 另外 講得清楚 台灣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一部分 這些都是講得很清楚 最後 一種政策 關鍵性就是 整個 所有的 台灣跟中華民國是無關 台灣跟中華民國是沒有關係 你們知道WTO 秘書長有 你們初級班有聽過 WTO世界貿易協會 那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 領稅 關稅領域區 為什麼說獨立關稅領域區 對 夭壽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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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好 那是被佔領 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才是關稅領域區 那是從墨西哥 美國跟墨西哥戰爭 然後美國佔領墨西哥的時候 佔領港口 他們要墨西哥生意人要繳稅 到底要繳給美國呢 還是要交給墨西哥 所以他們達到高等法院 被最後判決 好 那就用定一個名稱 就是關稅領域區 從這邊得來的 所以這個關稅領域區 無論是為什麼說獨立關稅領域區 你知道嗎 第一個是被佔領 第二個是金門馬祖是中國的獨立區 那是已經分離 然後因為 認為的四個地區 金門馬祖、台灣、澎湖 這個是暫時被流亡的中華民國統治佔領 所以就把它總稱為台灣獨立關稅領域區 這樣得來的 好 這樣會累嗎 好,休息十分鐘 好嗎 好